金融群侠传中 我方可以招募的人物总共有25个 他们的招募条件各不相同 对玩家出席的帮助也各有千秋 在详细了解他们之前 我们还是先了解一下主角自己 以及人物的各个属性所隐含的意义 点开人物的状态一栏 就能看到不少的属性 但先别投大 因为这还不是全部 通过内力的颜色 可以判断角色的内力 是阴还是阳 或者阴阳调和 但之前在一读片里 提到的受伤程度和重浮程度 就没那么直观了 只能通过生命的颜色 知道个大概的范围 并不能知道准确的数值 算是两个半隐藏的属性 还有五个隐藏数值 在当前这个状态栏里 是完全看不到的 只能通过游戏中的其他途径得知 或者只是猜测其大概的范围 它们分别是资质 体质 抗读 攻击带读和武学常识 那接下来 不管是显示还是隐藏的属性 我们都来把它搞清楚 说到主角的属性 还是要从它被创造的那一刻讲起 游戏的一开始 在输入姓名后 就进入了RO属性的界面 能随机的属性很多 共有12个 与游戏开始后 显示的属性对比 并没有把特殊能力列出来 其实特殊能力 不论多少 都是学不了特殊兵器的武功的 这里也算是一种暗示吧 除了生命和内力外 其他几项都会在21到30这个范围内 随机变化 其中有几项与进入游戏后 显示的名字不一致 不过也不影响理解 我们还是统一用游戏开始后的命名 来称呼它们吧 拳掌 预见 耍刀 医疗 用读 和解读 只有在数值大于等于21点时 升级才会有概率提升 大于等于20点 才能学习对应的秘籍 而主角这几项属性 最低都有21点 生来就是一个可以全方位培养的大侠胚子 能招募的队友中 没有一个能如此全面的 人物每次升级 大于等于21点的属性 会随机提升0到2点 也就是运气不好时 并不会提升 暗器特殊一些 就算初始值为0 人物升级也会随机提升0到2点 特殊属性就更特殊了 就算是用特殊武功的蓝凤凰和月老三 升级时 这场属性都不会增加 相比上面这些属性 我建议优先考虑轻弓 因为轻弓不仅会影响出手的先后顺序 更重要的是影响移动的格子数 尤其是当你的初始武功 只有一格的攻击距离时 能迅速靠近敌方 对战局的影响非常大 而且在武功基础篇里也有说过 只有贴近敌人攻击 才能打出全伤害 移动的格子数 等于轻弓的数值除以15 所以如果初期轻弓能揉到30点 就比其他情况多出一格的移动距离 游戏初期体验会好很多 内力会在21到40这个范围内变化 内力其实初期意义并不大 如果你想初期练好野球拳 再开始闯天下 那么内力基本用不上 而且对于能修炼北冥神功 和西行大法的人来说 提升内力是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因为这两项武功 在每次吸取敌人内力的同时 都会随机增加0 到吸收内力的基值除以2的 内力最大值 也就是当北冥神功实际时 一次最多可以增加49眼的内力最大值 对于这金花婆婆狂吸 只需要一场战斗 就能将内力最大值提升到999 能看到的这些属性中 最重要的就是生命了 它的随机值范围是38到50 说它重要并不是在乎初期 这12点生命值的差距 而是它背后暗含着一个隐藏数值 体质 我们知道每次升级会满血满内力满体力 还会消除所有的受伤程度和中毒程度 并且生命最大值也会增加 我们在游玩的过程中会发现 不同的人增加的生命最大值是不一样的 这里的关键因素就是这个隐藏属性 体质 每次升级增加的生命最大值 是体质加上0到2之间的一个随机值 再乘以3 也就是说 当某个角色的体质是40 它每次升级会随机增加 12 15 或18点的生命最大值 了解了这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主角柔属性的情况 虽然在这个界面中看不到体质这个数值 但它与角色的初始生命值 有着一一对应的关系 生命值虽说是在38到50这个范围内随机变化 但实际上它只有五种情况 分别是38 41 44 47 和50 背后对应的体质 分别是 3 4 5 6 和7 也就是说 主角初始的生命值 直接影响了它以后的生命成长 如果不考虑随机值的变化 一个体质为3的角色 在升满30级时 只有299点的生命最大值 而体质为7的角色 有659点 1级12点的差距 在满级时 已经扩达到了360点 这意味着 体质3的角色 要多修炼12次盔花宝典 或者36次九云真经 才能与体质7的角色 拥有相同的生命最大值 为了角色能在后期 少吃点增加生命最大值的道具 少修炼几次秘籍 在一开始选择50点的生命 至关重要 但这还不是最高的 因为游戏中有个秘籍 叫Babe Ruth Babe Ruth 其实是美国的一名 著名棒球运动员 那为什么一个武侠游戏 会有如此看似格格不入的名字 作为秘籍呢 这就要从开发金融群侠传的 和洛工作室说起了 和洛工作室 是由徐昌龙大佬组建的 大家对他的第一印象 是和洛三部曲 金融群侠传 武林群侠传 和三国群侠传 其实他的出道作品 是中华职棒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他对棒球的热爱 所以密技起一个 棒球运动员的名字 也就不足为奇了 话说回来 只要在柔鼠星的界面 输入这个密技 就可以将所有的属性 提升到最大值 虽然此时的生命 仍然显示五十 但背后的体质 已经不再是七了 而是十 十的体质 意味着在运气最差的情况下 角色满级时 也能达到 920点的生命最大值 这个密技 也会让隐藏属性 抗毒达到最大的30点 初始的抗毒能力 也是在21到30这个范围内 随机变化的 只是在界面上 看不到罢了 同时 密技还会让主角的资质 提升到最大的100 如果不使用密技 资质只会在 30到94这个范围内 随机变动 资质真的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属性 虽然并不像北丑说的 资质太低 就要去投胎 但它确实 会影响游戏的体验 资质是按等级划分的 可以看到每15点 划分为一个等级 所以也可以把列表 归纳为一个公式 就是资质等级 是7 减去资质 除以15 资质最高是1级 最低 则为7级 1级资质的角色 修炼密集所需的经验 最低 有着n级资质的角色 修炼同样的密集 需要的经验 是1级资质的n倍 1级资质的人物 修炼1级武功 所需的经验 就是我在前面讲全武功时 提到的修炼经验的基值 但资质并不是等级越高越好 导致这一切的终极原因 就是有一本 逆天的武功密集 左右互搏之数 左右互搏之数 修炼的条件 是资质 小于等于45 修炼成功后 攻击变成两次 但资质 也不是越低越好 资质太低 会使得修炼密集 经验较多 而且一些强大的武功 例如玄铁剑法 霹地刀法 或北冥神弓等 都需要较高的资质 才能修炼 因此我们可以找到一个 比较好的资质区间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 左右互搏之数 要求资质45点以下 而霹地刀法 需要资质50点以上 他们根本没有共同的区间 但别忘了 游戏中是有两处 可以增加主角资质的 一个就是在没有见红旗公前 去海边小屋 与林厨子对话 可以增加三点的资质 还有一个就是在招募令狐冲后 带他去撕过牙 可以增加五点的资质 这样主角就有了 八点资质的灵活空间 完全可以做到 先用45点资质 学了左右互搏之数 然后出发上面两个事件 将资质提升到53点 再去学习霹地刀法 于是我们根据玄铁剑法 和霹地刀法 需要50点的资质 反推主角的最低资质 不能低于42点 虽然学习不了60点资质的 北冥神功 但可以退而秋其次 学习只需要50点资质的 西行大法 实际的西行大法 以此可以减少敌人 80点的内力基准值 增加自己45点的内力基准值 搭配左右互搏之数 相当于一次减少了敌人 160点的内力 增加自己90点的内力 虽然增加的内力 没有北冥神功多 但对敌人造成的内力损失 是要大大高于北冥神功的 如此一来 我们就找到了一个 优秀的资质区间 那就是从42到45 资质在这个范围内 其可以修炼左右互搏之数 还可以修炼玄铁剑法 霹地刀法 和西行大法 如果再苛刻一点 要求初期学武功更快 那就只有45点这个资质了 45点的资质 属于4级资质 修炼密集 只需要积值的4倍 而42到44 已经算是5级资质了 修炼密集的经验 需要提升到5倍 那么有了最优资质 是不是也有最差资质呢 对的 有 如果我们不能修炼左右互搏之数 那还不如把资质提到最高 让修炼武功最快 所以46点的资质 不可否认是最差的资质 既不能修炼左右互搏之数 又属于较低的4级资质 当然 不可幸免的 也包括了4级资质中 其他的所有资质 也就是46到59这个范围 但别忘了主角还有增加8点资质的机会呢 其中52点以上的资质 增加8点的资质后 就会进入3级资质 属于还算不错的资质 所以这一部分不能算成最差的资质 炮掉52点以上 剩下的最差资质的区间 就是46到51这个范围 这一区间 不仅学不了左右互搏之数 还不能通过世界 提升到更高的资质等级 说了这么多 游戏中能不能准确知道 自己究竟有多少点资质呢 不能 只能知道资质等级 方法就是找一本秘籍 装备上 查看修炼所需的经验 并与经验基质做比较 玩家们最常用的秘籍 就是出门不远的 浮微标局里的松风剑谱 因为主角的资质 只会在30到94这个范围内变动 属于1到5这个范围内的资质等级 松风剑谱的经验基值是30 所以玩家能看到的松风剑谱的修炼经验 只有五种情况 30 60 90 120 和150 但左右互搏之数 需要资质小于等于45 而45 刚好是4级资质的最低值 如果你看到松风剑谱的修炼经验 是4级资质的120 那只有115的概率会是45 可以说希望渺茫 一个不小心就会掉入最差资质的陷阱 所以为了保险起见 5级资质的150点修炼经验 会是更好的选择 大不了就不修炼刀剑秘籍和吸行大法了 左右互搏之数 加野球拳 或者九阳神功 也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啊 如果不嫌麻烦 又对地图比较了解 还是有较快的方法 判断出是否属于42到44 这一段最优资质的 首先当然是松风剑谱 显示修炼经验150 保证自己5级的资质 然后先存一个档 再跑去海边小屋 提升三点的资质 如果发现此时松风剑谱的修炼经验 变成了120 那么恭喜你 之前存档里的人物资质 必定是在42到44这个区间 属于最优资质 当然还是那句老话 富贵显中求 如果你想博一下那45点的资质 嗯 就当我没说 资质低 不仅练功慢 其实还有一个劣势 就是升级时对攻击力 防御力和轻功的影响 刚刚在说 拳掌 刀剑和一毒那些属性的升级成长时 一直没有提及这三个属性 因为它们在升级时增加的数值依据是不一样的 每次升级 这三个属性都会增加相同的数值 为了方便描述 我把它们简称为攻防轻 拳掌 刀剑和一毒 只要高于21 升级就会有概率提升 而攻防轻 则是资质越高 增加属性的范围就会越大 但最少也有一点 也就是当资质低于30时 每次升级只可能增加1或2点的属性 随着资质的提升 增加属性的范围也会变大 当资质达到90以上时 最多可能增加6点的属性 这就意味着资质越高 攻防轻提升到100的速度就越快 资质越低 则很可能到30级时 三项属性都还没有满 不过好在有九阳真经 修炼完10级的九阳神功 只要每次都是依靠密集升级 就会一共增加50点的攻击力 和100点的防御力 轻弓则可以通过没有任何修炼条件的 踢云纵心法来提升 并不用太担心 这三项属性无法提升到满值 只是低自制的人会大气晚成一些 而且需要注意 这个成长范围并不是与自制等级对应的 于是我们拿出最差自制区间来比对 发现其实还可以再细分 50以上的自制 攻防轻的成长最大可以达到4 而49以下的自制 只能与5级自制一样 最多增加3点 所以最差自制区间再次收缩 在46到49这个范围内 不仅修炼不了左右护博之数 不能通过事件提升到更高的自制等级 升级的属性成长 还不能达到较高的随机值 在属性提升方面 资质低也并非完全没有好处 每次升级增加的内力最大值 与攻防轻增加的数值 呈负相关关系 具体来说 升级增加的内力最大值 等于9减去增加攻防轻后 再乘以4 也就是攻防轻提升的越高 内力最大值增加的越少 例如增加攻防轻如果是6 则内力最大值只增加了12 而攻防轻增加1 则内力最大值增加32 不过内力最大值是很容易提升的 所以意义并不大 只能算是给低资质的角色的一个安慰奖 还剩下两个隐藏数值 攻击带读和武学常识 这两个数值对于主角来说都是0 就算用秘技也是0 攻击带读会让武功带有毒属性 武学常识则会大幅提升 我方队伍整体的攻防能力 但需要81点以上才会生效 我方能满足的只有王羽燕一人 以上两个属性都在前面的全武功视频里 有详细的说明 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好了 这就是全人物基础篇的所有内容了 相信大家已经对我们的主角有了一个全方位的了解 那么下一期我将介绍他的队友 并对每个人物进行分析 看看哪些人对玩家前期帮助较大 哪些人又是在后期能起到很大作用的种子选手吧 我是China Bing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